再关心选战的布局 在国民党内新北市长到底谁将要上阵来选呢 前台北县长周习伟今天参加了广播节目 他也谈到了这个话题 他首次松口表示 准国民党主席吴敦毅在选前就成军征询他 可以考虑选新北市长 但是这也被问到 一向被认为是朱立伦接班人的侯友宜 那么他对党内对手侯友宜又是怎么样的看法呢 但是在今天他并不愿意评论 前台北县长周习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抢曝光 行程太满上广播节目却搞错主持人 进录音室前还拉着主持人一阵沟通后 终于开始访问 对于他和准主席吴敦毅的关系 周习伟话说从头 我在其实在做县长的时候 我跟吴敦毅其实处得不是很好 尤其为了那个统筹分配款的事情 所以你跟他关系是什么 我跟他关系其实也有点算 算不打不相识 是的 他其实刚开始看我也不是很顺眼 你做一个县长的人老是挑战中央 后来我就帮他 我也没有帮很多忙了 你帮他动员军方 从以前关系不好到帮忙复选党主席结为盟友 周习伟六月举办的画展 吴敦毅还现身力挺 周习伟也首度透露 吴敦毅选党主席前确实跟他说过 他可以考虑选新北市长 你跟他请议过吗 我没有跟他请议过 他跟我讲过 Oh my god 他跟你说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可以考虑了 他考虑 他叫你考虑选新北市长 这叫人生有很多条路可以走 那可能是一个会走的路 吴敦毅做的怎么样 No comment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跟大家 你太残忍了吧 不不 我觉得不要去 好跟坏你都不肯讲 我觉得不应该去讲人家的好跟坏 每一句好你都不讲 我不愿意 虽然松口参选有可能性 但周习伟对党内的可能对手 先任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 不评论就是不评论 因为现在吴敦毅 朱立伦 一个挺周习伟 一个推侯友宜 来迎新北市长竞争 已经被视为吴朱两人的代理人之争 政治上一定会有这样的联想 但是事实上未必如此 因为我想朱市长也好 吴主席也好 他们都有为未来的政治做规划 一定要去挺哪一个人 我觉得他们不应该有这样的偏好 台北现场任内周习伟 被国民党强迫换人 不给连任机会 有没有可能从跌倒的地方 再站起来 拼一次新北市长 不仅攸关他能不能重返政坛 也牵动国民党内的势力版图 于是新闻传统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